大遊輪 由西拉雅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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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暑假 特別與西拉雅國家風景去合作 推出一日遊的一個 一個遊輪式列車 那行程呢 主要有三大行程 那第一大行程呢 主要是7月16號 要到西拉雅 那主要是要去到這個佐馬賴農場 那也要到這個芒果市集 那要去吃疫景最有名的芒果冰 那第二個行程呢 是7月31號 那這個主要是要去觀子嶺 觀子嶺 去看蝴蝶的一個生態 那也要到白河的蓮花池去賞蓮花 那當然呢 到觀子嶺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就是水火桐園 還有洗溫泉的一個活動 但是洗溫泉是要自己去的 那第三個行程呢 是8月13號 那主要是要到新化的一個國家植物園 那主要是呢 要去介紹呢 所謂的一個蟋蟀的一個生態的一個活動 還有呢 到這個蘭化的生態油氣區去旅行呢 那另外也有所謂的彩龍員跟彩龍眼乾的一個體驗的一個活動 那整個油輪式列車呢 原則上還是一樣 跟現有的油輪式列車一樣 在前十天 在前十天上午九點 上午九點開始訂票 那台鐵的油輪式列車呢 一向都是秒殺 一向都是秒殺 所以呢 台鐵跟西拉雅國家風景器合作呢 提供暑期這樣的一個資訊之理呢 我想可以帶給家長還有小朋友呢 一個藍亂的暑假 藍亂的暑假 所以這邊呢 特別呢 在這邊介紹 那台鐵也為了這個油輪式列車呢 特別改造了車廂 人車同行的車廂 那車廂裡面呢 主要有十六個座位 那可以放十五步的自行車 就是西拉雅的繽紛 浪漫 歡樂 然後是我的鄉村旅遊 那這個西拉雅其實就是一個鄉村旅遊的品牌的地方 農業產業跟生態 所以說農業產業是什麼 來七月十六號 我們也辦一個繽紛芒果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繽紛西拉雅芒果糧一下 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這個白河的那個蓮花 還有這個關子嶺的賞碟 這個部分是生態的一個活動 生態的品牌 第三個部分是在八月十三號 新化的這個植物歡樂園 然後可以親子的農村樂 這個部分也是西拉雅的一個生態品牌 這些部分我們都會請到相當的專業的一些的業者 專家來幫遊客做導覽 遊程的安排也會讓遊客是有超值有好康 今天也嘗嘟 freestyle 來